哈囉大家好我是吳婷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Public Code 在CodeCode曾經有一個議題就是 為什麼能納稅前建立的資源軟體系統 卻沒有自由軟體公開釋出呢 我們的去年的時候 在去年的時候公開了Public Code的這件事情 然後在去年底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做公民參與公共層次的一個計畫案 然後呢 那堂上就發佈說這件事情要做叫做Code.gov.tw 這麼好的東西呢 經過我們深思守護之後 我們就決定把這個標案標下來了 對 就這麼快的速度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專案已經在開發了 然後私塵不能公告 但是應該可以見你期待 我們基本上會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自動化的資安掃描 自動化的Call Quality的掃描 自動化的無障礙掃描都會在Github做完 所以這專案公開後 如果人家Folk要用也可以參考直接拿來用 很好用 然後 公共層次嘛 所以我們遵守國際的公共層次標準 我們有利益 因為我們專案有沒有符合上面的規範 然後也有按照公共層次的發佈要求 我壓錶板在上面 然後我們也有像我們的API做 做一個這個標準化的一個發佈的格式 對 然後呢 今天要做什麼呢 今天就是我們有一個介面 可以call in view這個UI 所以大家會比一般大眾來得早看到這個網站 OK 所以等下可以 來找我後到誰可以來問 然後我會給完址 大家可以在上面直接標記 這裡面好 那裡不好 我們公共層次很快就會收到一堆require 我們就可以來改他 然後我們Github放在這邊 這是我們公司的Github 是因為我們正式發佈後才會移到新發佈的Github上面 然後 這個剛才講過了 好 所以 我們現在業面講了 就是這樣子 對非常的揚心 等到我們非常快 在兩個禮拜內完成的一個進度 那我們叫誰呢 如果你是工程師 你之後也可以發po-require到我們Github上面 那 也可以自由參與 那也可能之後我們一些po-require的 如果有人會幫我們解決問題 我們可能可以考慮要給一些獎金的部分 那這個還要看會計才會要怎麼出力 然後 再來就是如果今天任何人對網站有特別的想法的 都可以詢問 然後我等一下會給網址這樣子 謝謝大家